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预计明年元旦美国就会把这次10%的税率直接调高到25%涵盖一千多个商品种类 美国消费者确实会更有感觉因为这一波商品清单包括汽车轮胎 家具 家用电器 木制品 宠物食品 棒球手套 玩具等较贴近民生的产品 不过据传还是有部分3C得到豁免权不会受到波及 但这样的信息似乎没有反映在美股上 就在川普这次宣布征收关税之前 美股三大指数分别收跌0.35% 0.56%以及1.43% 美国市场不太乐观 尤其中国的态度也已经开始硬起来 如果美方对华出台任何新的加征关税措施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 中国扬言可能做出反击甚至传出将取消月底的中美贸易谈判 不过有专家分析美方这一次征税商品价值 已经大过于中国去年从美国进口商品的总金额 因此可能让中方无力报复 但双方态度不见软化 从土后果恐怕还是得由消费者买单 杉立新闻 陈台报道